你好 今天我要一边走路 一边给你们拍视频 现在我不在澳大利亚 你猜猜我在哪儿 这个地方很安静 所以我要小声地说话 现在我要去一个公园 对一个公园 我要去看看这个公园漂亮还是不漂亮 好 这是我第三次来这个国家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是我第一次出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很不一样 有很多很多规则 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一点点复杂 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不觉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很复杂 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很小心 很小心 对 然后现在是第三次 我昨天前天到这个国家 因为昨天我在工作 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一次的旅游会怎么样 嗯 好 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国家 嗯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对 他们的文化很不一样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然后他们的规则和别的国家很不一样 嗯 嗯 好 我觉得有的中国人 很不喜欢这个国家 有的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国家 嗯 我也觉得很多外国人 觉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对 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 好看的动漫 嗯 然后呢 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嗯 我想一下 他们有什么 嗯 他们最有名的东西是寿司 寿司 还有生鱼片 嗯 生鱼片 这个国家的人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嗯 他们很喜欢鞠躬 鞠躬 他们说话很小声 对 嗯 这个国家 嗯 有很多地震 对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震 嗯 所以呢 我的朋友告诉我 在这个国家 他们喜欢住在很高很高的公寓里 他们不喜欢住在房子里 因为如果有地震 还有海啸 你的房子很矮 可能会有问题 对不对 嗯 好 现在你知道我在什么国家吗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好 对 所以我在日本 嗯 你猜 对了吗 OK 现在我要去一个公园 我去看看 日本的公园 现在我在等红绿灯 嗯 这个国家太安静了 我觉得我一个人自言自语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可能别人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 好 现在我可以过马路 现在是绿灯 所以呢 我可以过马路 啊 我觉得我真的很像一个神经病 日本的车 好可爱 我觉得日本有两个 我觉得很可爱的东西 一个是日本的车 因为他们是像一块面包一样的 我觉得日本的很多新的房子 也很有意思 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完美 很像画的 好的 我还有两分钟就会到这个公园 我们去看看这个公园怎么样 你看 日本的阳台可以晒衣服 在澳大利亚阳台是不可以晒衣服的 你看阳台晒了衣服 嗯 很有意思 对 在澳大利亚阳台不可以晒衣服 OK 现在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公园 嗯 好的 那我们走一走 你们来过日本吗 你们想象的日本是什么样的 你们觉得 嗯 如果你来到了日本 你要做什么 为什么我常常来日本呢 因为嗯 我觉得我知道日本的文化 可是呢 我又不是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嗯 很有意思 每天我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对 然后呢 我听得懂日语 可是呢 我也不是都听得懂 所以每天我都在学习日语 对 然后我也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嗯 它的文化很不一样 我觉得在亚洲有很多国家 嗯 很有意思 可是亚洲很多国家都是 我觉得人很多 然后感觉有一点点乱 但是呢 日本 它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人也很多 日本的人口可能有一亿 也很多人 可是日本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 日本是一个非常干净 然后有条例的国家 然后感觉是嗯 很多人都很努力的工作 对 所以它还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亚洲国家 嗯 好 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嗯 我会在日本 我想一想 四个星期 你想看什么样的视频呢 留言告诉我 我会做更多的视频 下个视频见 拜拜 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 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叫www.lazychinese.com 在那里 我做了更多的视频 从零基础 一直到高级 在零基础的视频里 我会告诉你一个 很简单 很短的小故事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 汉字的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 汉字的故事 在中低级的视频里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可能是我吃东西的 可能是旅游的故事 可能是成语故事 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 对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 好 然后呢 在中级的视频里 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 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 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 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 相关的故事 对 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 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 来做不一样的视频 嗯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好 如果你要和我上课 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 找到booked lessons 然后我有一对一 然后也有小班课 嗯 你可以看看 你喜欢哪一种课 欢迎你和我来上课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 在我的视频下面 有免费的文本 对 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英文的意思 还有拼音 好 所以希望你 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 谢谢